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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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走出这种利空的阴霾 那再延伸到在这一波PCB的一个部分 表现也很好 你看像华通 华通除息的缺口两天就回补了 你可以看到股价也写下波段高 来到27.15元 所以这一类的个股 我把它作为一个近期的一个操作上的方向 就是我们过去聊到的 一些在法人先前锁定 然后殖利率相对不错 再加上下半年整体的一个 不管是营运甚至业绩表现 是比较具有期待性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除息的行情表现都不差 所以我认为在紧接而来 七八月份就是除息的一些个股 如果说营运状况都还算不错的话 第一个我倒认为是除息的行情 可以比较乐观去做一个看待 那第二点除了这些 我们讲这个叫除息行情之外 从这一波来讲 一些业绩成长的题材股 从昨天股市现场我们带到的一些方向性 我觉得还是可以给投资 作为接下来操作上的一个观察重点 虽然下半年在苹果的这个手机 虽然市场的期待跟讨论度 不像过去来的这么高 就像我昨天聊到的 但是它的周边的商品 像是现在比较热门的这个AirPods 如果以整个市场来看 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的部分 其实不只苹果 其他的一些飞瓶的品牌 都卖得很好 所以刚刚聊到的华通跟药华 因为这两家公司 他们吃到在AirPods的订单的比重 是比较高的 在这一波来讲 外资的一个恢复性的买盘 相对是特别积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档 可以视为在这个 苹果穿戴装置的指标性的观察 那当然下半年消费性的产品 第一个看到Switch的部分 其实刚刚谈到的腕虹 有一部分我认为市场的期待度 来自于Switch推的这个新机 在预计9月开卖 那这一次的新机 跟前一代不同的差别 第一个价钱比较低 大约台币6、7千 当然功能上有所限制 手把它是不能做拆除的 也不能连接电视 但是这一块的市场 我相信也能够吸引一批 就是主要以携带型装置为主的玩家 去做一个购买 所以说在这个任天堂的供应链 除了望虹功高之外 这个原相的一个部分 也有一定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架构 但是为什么原相前一波 7月先跌 我认为就跟我刚刚谈到的重点有关 因为过去Switch的新机 手把是可以拆除的 那原相做的就是当中的那个感测装置 但是这一次推的 它的手把是不能分离的 所以对原相来说 这个受益的程度就没有这么大 不过换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这个新产品的推出 会不会对于旧机种 也会有刺激一定的销量 因为毕竟有比较的一些空间跟差异度 这个地方我觉得还可以去做一个追踪 再来第三块 从今天来看 半导体的类股 我觉得表现上都还不错 因为今天的新闻可以看到 在这个台湾在半导体设备支出的一个成长率 也是超越南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台积电 不管在5奈米 3奈米的一个研发上的一个进度 还是领先全球 所以我们在过去聊到的设备场当中 好像是3680的加登 今天股价也在写下波段新高 外市的连续买超 配合第二季的营收 创历史高的一个推动之下 展望第三季 应该还会有续墙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像是这个2404的汉塘 其实表现也不错 在近期除息完过后 这个股价也做一个缓步的一个填息动作 好那来到台积电身上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股价在这一波 有走出了这个过去的箱形整理区间的味道 因为如果从6月份来看 台积电每每遇到季线就压回 遇到季线就压回 经过这一个多月来 这个季线似乎已经从压力转为支撑了 因为在3天前7月10号带量去供季线 这两个交易日季线都守得很稳 碰都没有碰到 如果接下来配合外资的买盘 如果有比较积极性的推升的话 这个季线就有机会做站稳 因为你看台积电的5日10日的均线 正要穿越季线的反压 所以从形态学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突破性的一个可能性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所以第一个在操作的部分 我认为还是可以把这些 比较具有成长性的产业面的部分 纳入接下来的一个首选 好 非常感谢 玉堂先跟大家进行电话连线